甜点师来到炫彩华丽的皇宫参加烘焙比赛 去后台唤喜衣物时撞到了女公爵 两人四目相对 他们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女公爵脑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提出想要跟小美互换身份 但由于马上她就要跟王子成婚 所以互换时间定为两天 他们的相遇仿佛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促使这一切的就是这个神秘老人 小美刚刚分手 杰克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 给她报名了皇室的烘焙比赛 她本不想参加的 可架不住小莱的盛情邀约 三人乘坐飞机到了贝尔格莱维亚国 安置了住所 迫不及待地上街购物 见到了摆摊的神秘老人 听说了王子即将迎娶他国的女公爵 小莱的目光被舞台吸引 两人走后 这让小美感觉到莫名其妙 刚转过身 差点被一辆急驰的车撞倒 里面坐的赫然是王子 三人到比赛场地做赛前准备 小美被小心眼的上届烘焙冠军 弄脏了围裙 她准备去后台清理 紧接着就与公爵相遇 只是短暂地惊讶过后 小美就要离开 被公爵喊住 两人到了从小看着 公爵长大的女管家面前 得知他们的上上上上代 可能是亲戚 公爵一番套近户后 可小美担心在王子面前会暴露 公爵讨厌这种包办婚姻 所以想在彻底没了自由之前 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见小美还有顾虑 公爵让她提出要求 最终 交易与小莱加入舞蹈培训班成交 接下来就是了解对方 小美介绍了保罗跟小莱 还有她日常的习惯 公爵带她认识了皇室的成员 免得在礼节上出现差错 接着就是走路姿势跟气质 这个是最难的 看着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模仿自己 想想都忍不住发出笑声 双胞胎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 一切准备就绪 公爵的气质一下子下降了数个档次 没等两人做最后的交代 王子就在门外 公爵躲到了沙发后 初次相见 在公爵的提醒下行了里 王子走了进来 看样子不准备马上离开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小美打发到了门口 外面的王子肯定一脸懵 管家拿上衣物 公爵迈入了平民生活 小美开始了贵族体验 甜点诗语即将跟王子结婚的公主互换身份 住进城堡 享受帝王般的待遇 但她成为公主的第二天 收到了一个噩耗 本该出使国外的王子取消了行程 在真正的公主回来之前 两人要在一起度过 她打电话向公主寻求帮助 可无人接听 剩下的只能靠自己了 王子在得知公主是骑马的高手后 约了小美骑马 她自信地走向马匹 王子尚且关心 最终还是在王子的搀扶下上了马 两匹马停在雪地中 王子替小美擦拭脸庞 气氛逐渐暧昧 她很快清醒过来 找了个借口就要离开 回到城堡就接到了公主的电话 原来小美在第一次打电话时 公主就已经被识破 电话回到公主手中 小美想要换回身份 跟王子相处 晚上还要参加慈善晚会 这些都不在计划内 没等把话说完 公主就挂断了电话 原来是杰克回来了 显然这段时间 公主与她相处得不错 转眼到了晚会 小美盛装出席 王子看的眼睛都直了 叶了 半斤 两人手腕手下台阶 中途小美给王子整理了领结 但楼顶的庸人却发出了笑声 原来两人站在了狐忌声下 按照习俗这是要亲吻的 结伴下了楼 见到了国王 王后知道公主从小就对音乐有极好的造语 想让她现场给来宾演奏一首 小美推辞不掉 但坐到钢琴面前她却无从下手 王子手把手地交了她四个音 最终演奏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 事后两人来到亭子 商议明天的行程安排 说着说着 气氛再次暧昧起来 王子站起身 绅士地邀请她共舞 到了第二天 他们共同乘坐马车 到庇护所给孩子们讲故事 在临走时 小美想着给孩子们准备礼物 这种打破往年规矩的事 显然王子也愿意参加 他们在城里最大的玩具城挑选礼物 还专门为小女孩拿了王冠 接着两人在扭扭的面前停了下来 管家路过看到了这一幕 正巧公主与杰克三人就在玩具城门口 小莱想要进去挑选玩具 两个长相一样的人在玩具城相遇 为了不让王子看到 女管家看到公主 立马装作头晕吸引男管家的注意力 神秘老人出现 老人顺利帮助公主支走了男人 冒充公主的小美这才放下心来 回了城堡包装了礼物 准备给庇护所的孩子送过去 国王跟王后看到这一幕 心里满是欣慰 他们已经忌不得王子多久没有这么开心 庇护所的孩子得到玩具后 将两人围了起来 而恰巧他们站的位置是胡锡声响 按照规矩是要亲吻的 回了城堡 王子将皇室的传家宝给了小美 但小美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今天就是她与公主交换身份的最后一天 公主也正在与杰克做最后的道别 两天的相处下来 他们已经爱上了彼此 但杰克并不知道面前的是一位 即将嫁给王子的公主 深夜 两人在公主请公见面 准备换回身份 而这一幕被正在取景的管家看到 第二天 两人的身份已经换了回来 管家带着照片交给了王后 看到照片的王后正发愁呢 王后召集了王子与公主 让他们代替自己去给今年的烘焙比赛颁奖 公主想要推脱 但王子坚持一定要去 他无奈将王子喊到外面 告知了两人互换身份的真相 而另一边的小美 比赛已经结束 他们毋庸置疑地获得了第一 再见到颁奖人的时候 小美就要离开 被杰克拉着上了台 四目相对 杰克不明所以 几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谈话 公主向杰克坦白了真相 小美跟王子彼此相爱 公主与杰克产生情愫 但他们的身份毕竟不一样 公主与王子的婚事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仿佛这一切不可能更改 小美心中五味杂陈 走出了后台 被王子拦在大厅 王子丹膝下跪 他们在众人的掌声中相拥 好在他们都想错了 国王是个开明的人 并没有因为小美的身份阻止两人相爱 头戴王冠的小女孩奉上捧花 故事也算有了个完美的结局 神秘老人也满意地离开了现场 祝这样 我会把钱怎样 moonlightrocene 谢谢大家